本土疫情趋缓 距离原先我们定的7月12号解封 进入倒数5天了 目前像是电影院展览场所 都有机会条件的开放 但是升降级的指标到底该怎么定 依旧是个很大的难题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明认为 针对疫情升降指标 应该把人民容忍疫情的程度考量进去 如果民众觉得一天增加几十例个案 也无所谓 那么就可以进入二级警戒 也有工卫专家认为 应该用RT值来看决定 国内疫情趋缓7月12号 看似解封有望 像是电影院也有机会有条件开放 不过面对嘉林恐难回头 就有专家点出 那升降级的关键 还是要看民众对疫情的忍受程度 二三四个可以接受啊 风太久了 只要回复到以前个位数 不能一次全部解封 大家感觉会乱跑 眼看还没解封 不少人就已经关不住 生怕一降级就会酿成大群聚 专家点出分级 除了要考量疫情 民众心理因素也是重点 如果大家连担任新增一例 都无法忍受 就可以直接升到四级警戒 要是可以接受一天增加个 二三十例 维持二级就可以 比如说像英国 他要把这个病当作流感一样 所以他不想升级 因为他民众是可以接受的 那有些国家 他一定要个案是离 政府之后一直把成绩大高 如果民众忍不了 防疫再严格也会出现疲乏 另外因为群聚有大有小 尤其计算群聚感染件数 不如看每天新增多少个案比较准 还有专家认为也可以看RT值 来决定升降级 但面对不少国家 经常在解封后又破功 国会专家也提出解封成败的三大关键 包含各场域能否做好人流管制 是否强化清零筛查 以及提升疫苗覆盖率 基本上这些原则都没有错啦 可是疫苗的覆盖率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较强调的还是每日的确诊数 群聚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优众家点出可以依照 能否做好管理做区分 像是学校跟企业开会 由于可以强制戴口罩保持距离 室内人数就能稍微放宽 但像是餐厅一旦开放内用 业者能否落实拉开距离 价格板直怕都是问题 规范该怎么定 后续如何管理都是最难可提 就会聂音反正听过道